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往弟弟家赶去 不怪我娇琪 自从父母离世以后 弟弟一家就是我最后的志勤了 一进门 入眼就是满地的狼藉 玻璃渣子碎了一地 张瑞过在沙发上哭得一抽一抽的 王军的脸上脖子上挂着好几道血印子 搭拉着脑袋缩在沙发的另一段 直到我扫完地上的玻璃渣 王军才闷声说 姐 你能不能找人在脱脱关系 把孩子弄进你家附近的组重点小学 否则这日子 王军一边说 一边拿眼睛瞄着张瑞 听得这儿 我心下了然 可在一年前 我已经动用了自己所有能动用的关系 打听过一遍 不是学区房内的孩子 没有办法去那所小学读书 当时我已经和他俩说过这事儿 再说他们自己房子所在的学区 也是说着市里比较说得着的 只是比我家附近那所稍微差了点 而且我觉得读个小学 真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当时这俩人虽然不太乐意 可倒也没说什么 原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可谁知道 今天这俩人不知道出什么风 又因为这事儿闹得是鸡飞狗跳 最后 还是嘴巴利索的张瑞 说出了原因 姐 今年诗一高在你家附近 那所小学里 招收了三十名学生 读他们的附属初中 配备的师资力量 那都是一流的 去那读初中 考上诗一高 就是深拿酒稳的事儿 那上了诗一高 不就等于上了好大学吗 我家附近这所 倒是也来招生 可听说今年只招走一个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我虽然结婚好几年了 但和老公一直异地 所以迟迟没有要孩子 因此不太能体会张瑞的心情 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笃定 把侄子送进那所小学 就一定能够被选走 一个年级可是有上千个学生 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自信 虽然心里这么想 可是我却不能说 毕竟每个孩子 在自己妈的心里 都是最优秀的 即便张瑞说得再情真一切 我也没有办法 毕竟进那所学校的 硬性条件 是必须得有学区房的房板 我和老公的那套房 是在房价涨起来之前买的 现在才让我买 卖血我也买不起一间厕所 我为难地对王军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 把侄子弄进那所学校 因为我拖的关系 能拖的我都拖完了 刚一说完 张瑞就嗷了一嗓子 放声大哭起来 把毫无防备的我 吓了一大跳 张瑞嗷了两嗓子 突然站起来 逮着屋里能摔的东西 就开始疯狂地摔 从没有见过这种阵仗的 我只好拖着哇哇 大哭的侄子出了门 送侄子回来时 王军的脸上又挂了几道菜 我把睡熟的侄子 放到床上以后 就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 王军突然叫出了我 姐 要不你把你和姐夫的房子 先过到我的名下 等孩子顺利入学 我立马再还回去 如今 只有这一个办法 最合适了 王军刚说完 张瑞也从屋里 走了出来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说道 我和王军没本事 也买不起学区房 可我们也想 孩子将来有出息啊 上不了中点小学 将来考中点高中 中点中学就更难了 边说边一个劲地抹眼泪 我叹了口气 原来 两人今天让我回来 是这个意图 我明白 王军说的过户 就是不掏钱 直接过到他名下 可房子是我和老公 共同持有的 这事儿 得和老公商量一下 回去之后 我简单思量了一下 又和老公商量这事儿 不出意外的 他一口回绝了我 说 这样 是非多 万一因为房子这个事儿 到时候闹得不愉快 就得不偿失了 我又何尝不知道 这样不合适 不说新闻上看到的 就是我自己一个亲戚家 前不久 也刚因为这个事儿 闹得是鸡飞狗跳 可最终 我也没有能够 拗过王军夫妇俩 见我和老公 迟迟没有同意 房子过户的事儿 两人一到深夜 便两天一小闹 三天一大闹 一闹就让侄子 哭着给我打电话 本来就 睡眠质量不太好的我 差点都精神衰弱了 老公看着 日线憔悴的我 终是不忍心 加上 他在外地这几年 平时照料公婆的事儿 都是我担了起来 为此他一直感觉 亏欠了我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还是答应 去过户 我感激老公的体谅 对王军夫妇的做法 也感到难堪 可想起父亲临终前 对我的嘱托 我又硬不下心肠 真的不管他们 为了让老公安心 我特地地找了一位 比较有威望的亲戚 做中间人 签了一份协议 同意把房子 过户给王军名下 但要求 侄子顺利入学以后 立马把房子 过户回来 去过户那天 王军夫妇嘴巴 跟抹了蜜一样 不停地感激 我和我老公 一再承诺 只要侄子入学 第一时间 就把房子 给过户回来 侄子顺利入学以后 王军夫妇 特地买了几条 老公爱抽的烟过来 四个大人 一个孩子 其乐融融地 吃着饭 也算是 庆祝孩子顺利入学 饭桌上 王军主动和老公说 就这几天 抽个时间 把房子过户回来 晚上睡觉时 我还打趣老公 说王军 是我从小疼到大的 如果不是为了 让侄子上个好学校 怎么可能 这么让我做难呢 我却没想到 那餐饭 是我们姐弟坐在一起吃的 最后一顿 其乐融融地反 这次开学后 我便约王军 凑个时间去过户 因为老公 近期打算和朋友 一起投资开间厂子 到时候 可能会用房子 做抵押 带一笔债出来 王军答应得很爽快 可到了房产中心 他和张瑞一听说 需要脚睡的数字时 俩人心疼得 脸都皱成了苦瓜 我一看他俩的表情 心里就咯噔一下 果不其然 没等我开口 王军变红着脸 跟我和老公说 姐 姐夫 没想到需要这么多钱 今天我们带的钱不够 上次过到我名下的时候 不是才花了几千块钱吗 这次咋都这么多呢 我耐心地给王军解释 房产买卖不到足够的年限时 需要缴纳哪些税 不等我解释完 张瑞就在一旁说 早知道花这么多冤枉钱 我们就不让孩子 进那儿上学了 现在倒好 王军拽了一下张瑞 他才没有继续说下去 可还是对着我哼了一声 原本就有些不耐烦的老公 此刻脸都黑成包公了 我正准备和张瑞理论 一直坐在柜台里的小姑娘 对着张瑞说 你和这位大哥 来我这窗口 咨询过户的事 可不止一次啊 上次你嫌我给你讲的 不清楚 还投诉到我们主任那儿去 怎么 我们主任也没跟你说清楚啊 这才几天你可就忘记了 听完小姑娘的话 我原本准备劝说老公的话 也咽了下去 我狠狠地瞪了王军一眼 对他说 你姐夫开场提区前 无论如何 这个星期必须把房子过户回来 说完 拉起老公就要走 回去路上 老公埋怨了我一大痛 我自知理亏 任他说去 实际上这会儿给我们添堵的 是我的亲弟弟 我原本想着 王军夫妇是舍不得那笔过户费 还想着 我私下给他们贴补一些 赶紧把房子过户回来是正事 谁曾想 原本在我看来天经地义的事 在他们夫妇俩那儿 却成了难于上青天的 自从那次一起去过房产中心以后 王军和张瑞两人 是再也约不出来了 我打电话过去 要么不接 要么就说工作太忙 走不开 而老公和朋友筹建的场子 已经开始动工了 他不停地催我赶紧约王军过户 我不敢和他说实话 只说 王军和张瑞 最近手头紧 正在筹钱 王军和张瑞就这么拖了 一个月之后 我老公再也沉不住气了 拉上我 直接把他们腹堵在家里 让他们无论如何 这个星期之内 去把手续绑完 否则 别怪他 不顾亲戚情分 无论找多少关系 也要把侄子 从那所学校给赶出去 这段时间 王军夫妇的做派 已经把我的心伤透了 任老公气冲冲地放完狠话 我并未阻止 说起来 有些心酸 不知道是不是老公的威胁 起了作用 王军终于打电话 约我周三去过户 我一直掉着的心 总算是落了下来 可谁知 就在这个时候 我老公 突然出了意外 筹备场子期间 因为房子迟迟没能过户回来 贷款 就没有着落 原本规制的资金 就有些短缺 他只好找亲戚们 东挪西凑地 又借了一大笔 想着等房子贷款下来 就先还亲戚们的借款 可没想到 因为日夜操劳 他竟然因为突发新港 没能抢救回来 处理完老公后事那几天 曾经借给我们钱的几个亲戚 就把我堵在屋里 说起还债的事 我强忍着悲痛 一再强调 一定会及时把欠他们的钱还上 那几个亲戚前脚刚离开 我就忍不住 失声痛哭起来 晚上临睡觉之前 我给王军打了个电话 让他和张瑞 后天务必和我一起 去把房子过户回来 过户的钱让他们先垫上 等房子过户回来之后 能卖就卖 不能卖就抵押 钱到手之后 我再把过户的钱还给他们 原本说完这句话 我就打算挂电话了 顿了一下 还是跟王军说了一下我的难处 我除了要还亲戚们的债 厂里资金也很短缺 而厂子 是老公心心念念 想要做的 不能就这么没了 和他说这些 是希望他多少能够 顾念一些姐弟情分 到了约定那一天 我一大早就去给王军打了电话 可电话一直响着 却无人接听 那一刻 我一个人蹲在房诊中心的大厅里 几乎哭成了狗 我不明白 我对王军一向不保 他自小就不爱读书 高中没毕业就出来工作 是我托朋友 把他安排到这家超市上班 后来又娶了同样在超市上班的张瑞 两个人因为没有学历 加上能力一般 日子一直过得是磕磕绊绊的 我也一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帮衬他们 就连他们的婚房 我也资助了一大笔 想着是替父母解忧了 可他怎么能够这样子对我捅刀子 在我最难的时候 又做出这样雪上加霜的事情 当时的中间人 也去帮我找王军 劝说过几次 可无奈 两人像是吃了秤青鸵一样 油言不尽 悲愤交加的我 只好自己打电话警告他 如果他再不配合过户 那就法庭上见 因此 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把王军告上法庭第二天 他和张瑞就直接找到我家里 两人坐下后并没有拐弯抹角 黑着脸的王军直接开口 姐 不是我不想把房子过给你 而是我和张瑞挣钱太难了 那过户费都快抵上 我俩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了 你当那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原本想着 等个四五年 那税少了 孩子也上了学区里的初中 我就去过户 不然上初中还得麻烦你 可是你和姐夫 一直催我们去过户 原来姐夫在的时候 你为难 现在姐夫不是也没了吗 你还催我们去过户干啥 房子在我名下 谁也给你要不走 人死债消 谁借的 让他们管谁要去 你可别犯傻 把房子卖了还债 你和姐夫又没有孩子 你迟早会在家 到时候我再把房子过给你 岂不是掌权其美吗 王军一番振振有词的歪理 像一把利剑一样 把我的心 刺得到处是窟窿 那天不欢而散之后 我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王军 因为我执意不肯撤诉 他和张瑞 没少在亲戚圈里 骂我不是好歹 开庭之后 王军和张瑞 一直努力争房子 是我已过世的父母 从我手里买去的 所以他们提供不了 任何的买房付款记录 还说 父母从我手里买房之后 他和张瑞 可怜我和老公没有地方住 一直无偿将房屋 提供给我们使用 并且一再强调 他们手里持有的房产证 是受法律保护的 法官并未听信 他们的一面之词 我及时提交了 当年购买房屋的各种手续 以及将房屋过户给王军时 我们签下的协议 当时过户时 找的那位亲戚 也及时给我提供了证词 法官又不辞辛苦 调查取证了 我父母生前的收入水平 我把父母在世时 自己每个月 给他们转生活费的记录 也打了出来 那些年 父母因为经常生病 动不动就回住院 每次都是我出钱又出力 这些付款记录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会派上如此的用场 最终 在法官的层层取证之下 经过将近一年的拉锯战 原本就属于我的房屋 终于再次过户到我的名下 拿到房本之后 我直接将房屋挂到中介上售卖了 卖的钱 除去还债之外 我将其中大部分都给了公婆 这一年 因为资金迟迟不能到位 我还是没有能够将老公生前 心心念念的场子盘活 这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 至于王军和张瑞 在我们对簿公堂那一天 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已经没了 自从父母过世后 我一直心疼他们日子过得艰难 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帮衬他们 却忘记了斗米恩生米仇的道理 已经习惯了遇事 就找我解决的他们 在我一次又一次的帮衬中 就被养成了大胃口 已经贪婪到 妄想不劳而获的地步 好在 因为这套房子引起的风波 也使我惊醒了 已经成年的王军 即使生活过得艰难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理应负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而我 应该只帮急 不帮穷 否则不仅害了他 也会让自己精疲力尽 一番闹剧落幕了之后 我不仅失去了 一直看重的亲情 还将终生对老公的逝去 心怀愧疚 毕竟假如当初没有房子的闹剧 老公也许就会少一些操劳 他也许就不会出意外 可生活没有嫁入 我也只能在未来的岁月里 替他在公婆那里 多尽一份孝心 来减轻我内心的愧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也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